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怎样信靠上帝 这是我们一系列信息里面的第二部分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说 怎样子的才算是来信靠神呢 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们不该做些什么呢 那不该做些什么 虽然是负面消极的方面 但其实很重要啊 因为如果我们说 我信靠神 同时呢 却一直在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信靠 又怎么是真正的来信靠呢 那信靠上帝 有三个不要 三个不要 上个星期天我们谈到 第一个不要是什么呢 记得吗 不要忧虑 是的 第一就是不要忧虑 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不要 就是不要惧怕 我们一起来说 不要惧怕好不好 来一二三 不要惧怕 阿们 感谢主 那什么是惧怕呢 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明白 惧怕是所有人都有的一个很基本 很本能的一个情绪 实际上 这惧怕呢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并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惧怕 那是我们对于危险和威胁的重要反应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完全没有惧怕的反应的话 那你就糟了 为什么会糟了 那你就不知道危险 你就不知道躲避危险 你就不知道去解决这个危险 那你就糊里糊涂的一步踏进去了 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小孩 不懂得惧怕火的烫 火的燃烧的话 那他看到热水壶 在燃烧做 他就去触碰 那会这样子呢 他会烧着啊 那可能要烧过一次 他才懂得怕 但是我们不要他去烧着 所以我们会教导他 告诉他 警告他 让他明白 让他对火呢 有一个应有的这个惧怕 所以这种惧怕呢 并不是那种捆绑人性的怕 而是我们对于危险 对于危险 所应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反应啊 又或者当你在过马路的时候 你对那个交通 你要有那个一定程度的惧怕啊 如果我什么都不怕 你就走出去 结果一辆车 就把你给撞倒了 是不是 因此呢 惧怕本身 就是我们本能 我们基本的一个情绪 一个重要的反应 叫我们呢 能够来躲避 来避开这些危险 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惧怕吗 不需要 但肯定的这个世界 并不完美 同意吗 我们都得同意 这个世界真的充满很多的危险 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 有堕落 有犯罪 有很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有很多的危险 很多的危险 疾病 病毒的危险 意外的危险 人们的罪恶 人们的暴力 这些危险都是很真实的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需要有着 对于危险的 这个惧怕的反应 好让我们能够来避开 来处理它 来做出应有的 反反的措施 但是 如果我们允许这个惧怕 成为一个 掌管人心的 这个捆绑的话 那就糟糕了 所以 当圣经说 不要惧怕的时候 指的就是 不要让惧怕来占据 来掌管你的心啊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种危险 这个 威胁的 这个本能的反应 如果我们 任由它 继续的来占据 继续来掌管 我们的心的话 这个惧怕 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带来很大的破坏呢 的确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当我们 让这惧怕来 控制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 把那个问题 变得更糟 是不是 很多时候在 在恐慌的时候 在惧怕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决定 通常都是后面 后来呢 会后悔的事情 是不是 哇 害怕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 这个决定 过后 查来后悔 很多时候 都有点太迟了 惧怕 就是让惧怕 来掌管的话 有很多可怕的后果 我们先来说 这三个可怕的后果吧 如果你让惧怕 占据 掌管你的心的话 第一 惧怕呢 他会来折磨你 惧怕会来折磨你 就是当你有惧怕的时候 被惧怕的 灵 占据的时候呢 你在精神上 在思想上 甚至在身体上 都会受到折磨 是不是 精神上 思想上 哇 越想越怕 然后这个 这个恐惧呢 令到你 你心里面充满了灰色 充满了黑暗 然后也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所以惧怕会 折磨你 而且惧怕也会 捆绑你 是不是 控制住你 叫你呢 身不由己的 惧怕 来到的时候 哇 你整个就 就 瘫痪了 你整个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就恐慌了 然后 你就无法 正常的生活了 所以惧怕 也会 捆绑你 而且第三呢 惧怕 也会毁坏你 毁坏什么呢 毁坏你的快乐 当你充满惧怕 恐慌的时候 你会快乐吗 一点都不快乐 惧怕也会毁坏 你的生命 毁坏 你的未来 惧怕 的确 有极为 严重的后果 但是感谢主 我们不需要让惧怕 来占据 我们的心 感谢主 我们有上帝 哈利路亚 上帝真的 要来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在圣经里面 一再的 来吩咐我们 吩咐我们什么呢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这句话 在圣经里面 一再 一再的出现 一再的 来提醒我们 来吩咐我们 告诉我们 不要惧怕 而这个吩咐呢 它是一个命令 为什么说是一个命令 因为 当你惧怕的时候 你就没有了信心 是的 当你在惧怕 你在恐慌的时候 你没有信心 你对神 没有信心 你的心思 你的眼目 都在这 你所惧怕的事情之上 你就无法 好好的 来信靠神 所以上帝 命令我们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这句话 也是一个安慰 感谢主 神不只是命令我们 而且 祂也是 安慰我们 当上帝说 不要惧怕的时候 每一次 祂这么说 每一次 祂有给我们 应许的支持 哈利路亚 人 经常也会彼此的说 不要惧怕 设法的来安抚 设法的来安慰 但是经常当我们说 不要惧怕的时候呢 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帮助祂 扶贫祂的惧怕 但是我们上帝却有 哈利路亚 我们的上帝却能够 是的 当上帝对你说 不要惧怕的时候 每一次 祂这么说 每一次 都有相对应的应许 感谢主 今天你惧怕什么呢 你不需要惧怕 贫穷和缺乏 为什么 因为上帝 告诉你 不要惧怕的时候 祂也应许 供应和看顾 哈利路亚 上帝告诉你 你不需要 惧怕疾病和病毒 为什么 因为 上帝应许 医治 和保护 感谢主 上帝也告诉你 不需要 来惧怕 孤独 黑暗 为什么 因为上帝 应许 同在 上帝应许 亮光 哈利路亚 是的 因此不管是 哪一方面的惧怕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神的安慰 我们有神的应许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支取他一切的供应 支取他一切的看顾 支取他一切的应许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危险 面对生命中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该做的凡凡措施 我们要做 我们该避免 我们该避免 但是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不需要让这恐惧来占据 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 圣经给了我们上帝主般的应许 感谢主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在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41章 第10节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好不好 来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 一起读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呢 上帝说你不要惧怕 为什么 因为上帝说我与你同在 是的 有上帝同在 我们不需要惊慌 有上帝同在 人还能拿我们怎样呢 有上帝同在 环境 病毒 这一切都不能够侵害我们 有上帝同在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也不应该来惧怕 而且上帝这里说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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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上帝说我必定来帮助你 我必定来兼顾你 我必定来扶持你 而主耶稣告诉我们 祂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里面的耶稣 比那在外面的魔鬼还要大 阿们 是的 耶稣最大 因此呢 我们不需要惧怕 那今天我们就从神的话里面 来学习如何胜过惧怕的五个宝贵原则吧 三个星期我们谈到不要忧虑的时候 我们分享了五个原则 记得吗 我们用那些懂得英文的 我们用五个P来代表 来提醒 是不是 那我们回去上网 听三个星期的信息吧 那今天呢 我们也来学习如何胜过惧怕 也就是不要让惧怕来占据 来掌管我们的心灵 在这时刻 如果在你生命里面 有哪一方面你特别恐惧的 有哪一方面你特别挣扎的 有哪一方面 你经常受到这一方面的搅扰的话 那这五个原则 就是你我所需要来学习来应用的 那上个星期是五个P 这个星期呢 是五个F 那五个原则就是了 五个原则如何胜过惧怕 第一个就是来认清事实 认清事实 那如果从英文上是哪一个F呢 就是Facts Know the facts 就是你要来认清事实 这一点呢 实际上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五个要点都重要 那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功课 就是认清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惧怕 常常就是在这个黑暗的遮盖底下 不断的繁衍之身 特别是在那些假消息 假新闻 那种幻想 胡思乱想里面 越想越怕 是不是如此呢 特别是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这病毒开始传染的时候 那些网上 那些人们 说了好多好多的 大家都说这个 传这个传那个 结果好多的那些假消息 假新闻 这些不真实的事情 不断的传 结果呢 人们听了 听了更怕 因为听了 更加的胡思乱想 更加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幻想等等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搞清楚事实 你要认清 你要查清楚 这是不是真实的事情 特别是在网上这些传扬的事情 那些WhatsApp 什么这些传来传去的 你要记住了 不是每一个你听到的东西都是真的 同意吗 不是每一件事情 你听到的都是真的 你要查清楚它的来源是正确的吗 它的来源是真实的吗 常常 在网上 有的人 现在的科技 每一个人 任何人都可以上网 都可以录一段话 然后说一些事情 但是它说的是真的吗 它说的有根据吗 它说的是根据事实 根据科学吗 它说的是真实的事情吗 所以你真的要想一想 真的要查一查 真的要来分辨 要来认清事实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主耶稣说什么 祂说你要晓得真理 真理必要叫你们得什么 自由 哈利路亚 是的 你要晓得真理 那首先 耶稣是真理 阿们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永恒不变的真理 而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也是真真实实的 弟兄姊妹 你要晓得事实 你要晓得真理 什么是真实的 你要分辨什么是假的 那你才能够胜过 这些恐慌呢 对不对 那在真言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提醒 我们看两处经文吧 首先在真言 第十三章 第十六节 告诉我们 真言十三章 十六节说什么呢 凡通达人 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那这里说的 并不是说 我们要有很高深的学问 要有很多的知识 如果有的话 感谢神 如果没有的话 弟兄姊妹们 这里不在乎 我们的学识 我们的学问 我们的教育背景 这里在乎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通达 有没有智慧呢 有智慧的人呢 要认清这些知识 要认清这些事实 不要糊里糊涂的 人云亦云 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一窝蜂的 人家说 要去买 护肋铁 大家就去买 人家说 要吃这个 要喝那个 我们就一窝蜂了 大家都抢着 去这样子做 这样子去买 弟兄姊妹们 有些时候你说 买了只是花一些钱 但是 更严重的就是 我们养成了一种 坏习惯 就是 很轻易的 就被这些传言 所左右 所影响 那 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家庭 我告诉你 会带来破坏呢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吧 在证言第14章15节 这个经文真的很有意思呢 在证言第14章第15节 这里说什么 这里说 愚蒙人 什么呢 事话都信 圣经是不是很真实 这里不是说 我们愚蠢 这里圣经每次提到愚蒙的时候 并不是知识上的愚蠢 我们可以很聪明 可以有很高声学问 但是呢 有没有生活上 属灵上的智慧呢 这里呢 说的就是 如果我们缺乏智慧的话 我们会这样子呢 这里说 事话都信 不查清楚它的来源 没有搞清楚 是不是符合事实 弟兄姊妹 我们信靠神 神是真理 阿们 神的话语是事实 哈利路亚 那我们呢 要有分辨认清的能力呢 这里说 愚蒙人 事话都信 通达人 步步谨慎 也就是说 特别是在面对危险 面对威胁的时候 特别是像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传染病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的来谨慎 不要随意的去听信网上的传闻 或是人们的传说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胜过恐惧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认清事实吧 第二件事情 第二个原则 我们要改换焦点 焦点就是我们的focus 就是你专注在哪里 你的焦点在哪里 我们要学习改换焦点 也就是说 你专注在哪里呢 如果你一直专注在这问题上 你一直专注在这恐慌上 你会怎样子 你会越看越怕 是不是 你越专注越想 哎呀 结果呢 你的心就越会被这惧怕所占据 所掌管了 所以你的焦点在哪里 你的专注在哪里 你要改换了 刚刚我们说到要认清事实 对不对 那的确我们必须能够来面对现实 我们认清事实 面对现实 我们并不是逃避现实 我们不是要做沙漠中的鸵鸟 我们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 然后以为说问题不存在 我们面对它 我们面对危险 我们面对问题 但是 面对不表示说你要专注其上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认清事实是什么 现实是什么 但是呢 让你的心思一念 不要专注在恐慌 不要专注在问题上面 你要专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 专注在哪里 你是专注在惧怕 还是专注在上帝身上呢 弟兄姊妹 你专注在惧怕 你就更惧怕 你专注在上帝身上 专注在上帝的美善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应许 那我告诉你 神要给你能力 阿们 神给你平安 让你能够胜过这个问题呢 哈利路亚 因此你的眼目在哪里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你的眼目要 扫视问题 定睛应许 留意 扫视跟定睛 这两个词语 差别在哪里呢 扫视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看见 但是你扫过去 瞄过去 你有看 不是说你 你 逃避现实 不是 问题 我们面对它 我们认清它 但是呢 定睛不同 定睛就是 你专注的来看 好好的来看 你定睛在哪里 不要定睛在问题上 阿们 让我们定睛在 应许上 哈利路亚 你说 哎呀 我缺乏这个 哎呀 我没有那个 那如果你一致 一致的定睛在 这个缺乏上 你越定睛 你越去想 越去专注 这个缺乏的话 你就越缺乏 你越专注 你就越没有信心 你必须要做什么 要改换 你的焦点 你的焦点在哪里 焦点在地上 还是在天上 你的焦点在问题 还是在应许 你的焦点在缺乏 还是在上帝的供应呢 弟兄姊妹 焦点在哪里 就会影响 你的信心在哪里 实际上 惧怕 是一种 负面的信心 听懂吗 惧怕 是一种负面的信心 意思就是 你说惧怕的 就是你相信 这个坏事情会发生 这种负面的信心 是带来破坏 反过来 信心当然是正面的 信心是在上帝身上 哈利路亚 借助你的信心 阿们 凭准你的信心 哈利路亚 上帝要为你成就 所以你要定精在 正确的地方 你要专注在 上帝身上 专注在 上帝的话语上面 阿们 不要专注在 错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 罗马书吧 罗马书第四章 提到 亚伯拉罕的经历 上帝应许 亚伯拉罕 要有很多的后裔 很多的子子孙孙 可是 亚伯拉罕 领受应许的时候 有没有孩子呢 没有 这段经文就描述了 他如何的得胜 在罗马书第四章 十八节开始 亚伯拉罕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为信心 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都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 将要如此 十九节 他将近八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沙拉的生育 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 还是不软弱 当亚伯拉罕 九十九岁的时候 按常理来说 还能够 生出孩子吗 不能够了 而当时他的妻子 沙拉已经九十岁了 同样的 不可能 所以 按常理来说 不能够 那这里留意 亚伯拉罕想到自己的缺乏自己的问题 这里告诉我们 他有面对现实 他有认清事实 这里他并没有去听人家说这个说那个 他有搞清楚 的确 我自己本身 不能够了 我缺乏这样的能力了 我的妻子年纪这么大了 不能够生而育你了 所以他面对 他面对现实 但是 他的专注 不是在问题上 他有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少是 glance at the problem 就是 你有看见这个问题 但是呢 你gaze 你定睛在你的 应许上 哈利路亚 这里神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 亚伯拉罕的心是在哪里 不是在他的问题上 亚伯拉罕的心是在 神的身上 哈利路亚 所以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 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 感谢主 他的眼目在神的应许 他的眼目 而在于神的大能 总没有因为不相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为信心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上帝 感谢主 所以 一个有信心的人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不逃避现实 而是我们专注在一个更大的现实 什么更大的现实呢 上帝的永恒国度 阿们 上帝的属天属灵国度 那是更大的现实 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是有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面对现实 这个世界充满着危险 充满着问题 但是呢 我们专注在一个更大 更荣耀的现实 那个现实就是 真的有上帝 阿们 真的有属灵的世界 真的有永恒的世界 哈利路亚 而这个现实乃是更大的现实 阿们 这属灵的国度 这永恒的国度 这天上的国度 乃是大过这地上 短暂这物质的世界 因此呢 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专注在哪里 在神国 在神的应许 哈利路亚 也正因为如此 问题呢 就变得越来越渺小 因为我们专注在上帝身上 反过来 如果我们专注在问题上的话 问题显得越来越大 是不是 你越看 越看 哇 问题越来越大 神显得越来越渺小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挑战 什么危险 什么缺乏 是什么令你担忧 是什么令你惧怕 今天记住了 我们认清事实 我们也面对现实 但是不要专注其上 我们专注在哪里 我们专注在上帝身上 阿们 我们专注在上帝的美善 我们专注在上帝的能力 哈利路亚 我们专注在上帝的应许 感谢主 所以你的焦点 真的要改了 真的要换了 不要专注在这错误的事情上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我们要怎样胜过恐惧呢 第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敬畏上帝吧 哈利路亚 敬畏上帝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胜过畏惧的话 我们就要敬畏上帝 哈利路亚 更谢主 圣经在以赛尔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以赛尔书第八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 以赛尔书第八章十二节 上帝吩咐 吩咐什么呢 他们所怕的 这他们是谁呢 就是不管是谁 人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你们是谁 信神的人 哈利路亚 是的 有上帝的人 让我们不要怕人们所怕的 也不要畏惧呢 十三节 但是要做什么呢 要尊万君之耶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这里就说 人们怕的 你不要跟着一起去恐慌 一起去惧怕 反而要如何胜过 就是你要来敬畏神 这里说 来畏惧神 来怕神 不是叫你同样的 也是那种 很捆绑人心的那种惧怕 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对上帝的尊敬 我们对上帝应有的 这个尊从 是的 你来敬畏神的话 感谢主 你就能够胜过 这心里面的畏惧 心里面的恐慌呢 是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上帝比较大 哈利路亚 是的 上帝大过一切 你来敬畏他 其他的你就不用怕 你不敬畏神的话 结果呢 你在地上 你有好多好多 你必须要怕的 经文继续地告诉我们 在十四节说 上帝必作为圣索 什么叫圣索 圣索当然 我们想到说 好 比如说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敬拜神 神的同在 那是一个圣索 那是敬拜神的地方 但是与此同时 敬拜神的地方 也是神保护我们的地方 阿们 所以圣索这个名词呢 经常被使用来描述 一个避难所 描述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比如说那些保护 保护那些濒临绝种的 动物的地方 有些他们被称为什么 一个animal sanctuary 就是一个动物的圣索 就是给他们一个庇护所的意思 这里上帝说 我是你的圣索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的避难所在哪里 当然 我们该留在家里面的时候 必须要quarantine的时候 好 你留在家里面 家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是更宝贵的就是 无论何时何地 让上帝成为你的圣索 成为你的避难所吧 阿们 那才是真正的保护 哈利路亚 不论去到哪里 神啊 与我同在 有神同在 那才是避难所 感谢主 那如果你继续读这段经文的话 就提到 神不只是圣索 同时 且要做什么 半脚的石头 跌了那盘石 哇 听起来好可怕 怎么又是圣索 又是半跌的石头 这里说就是 如果我们敬畏神 祂是我们的庇护 但是如果我们叛逆神的 那些不敬畏神的 我们抵挡神的 结果呢 神就是要来审判我们 管教我们呢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怎么胜过 惧怕呢 我们敬畏神吧 敬畏上帝的 就不需要惧怕 阿们 敬畏上帝的 不需要恐慌 敬畏上帝的 哦 我们有神一切的庇护 神一切的保守 感谢神 的确我们的上帝最大 敬畏上 哦 不管是什么事情 神都能够处理 神都能够保守 神都能够帮助 因此呢 我们来学习敬畏吧 真言里面有一处很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在九章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 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这里说的就是 敬畏神的人是聪明的人 阿们 敬畏神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哈利路亚 是的 你要有智慧吗 敬畏上帝吧 因为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 你就真正的晓得 该怎么做 哦 该怎么活呢 你会有智慧的来生活 但是那些不信神的 不敬畏神的 实际上是愚蠢的 在靠着自己 靠着自己有限的学识 靠着自己有限的能力 来存活 今天有神无限的能力 有神浩大的智慧 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要拒绝呢 因此敬畏上帝的 才是真正的 有智慧的人 哈利路亚 敬畏上帝的 哦 就不需要 惧怕了 你还记得 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吗 就是 有一个巨人 叫做哥利亚 是非利式人 就是在圣经古代 的一个民族 常常的 跟以色列子民 来征战 有一回 这些非利式人 就来 哦 攻打 以色列 以色列的君王 叫做扫罗 扫罗带着他的军队 哦 来面对 这非利式的军队 两边 交战 然后 非利式人 推出了 他们的巨人 叫做哥利亚 哥利亚 天天来到 以色列的营地面前 来骂政 说 你们 哦 有谁来跟我 来跟我对战吧 哈 就我们 哈 来 不用死这么多人 不用两军交战 你 只要派一个勇士出来 把你们最好的勇士 派出来吧 跟我交战吧 打败了我 非利式人就向你投降 但是 我打败了你们 你们就投降给我们吧 他天天来骂政 圣经说 扫罗 还有他的以色列勇士们 全部都躲起来 哦 看见他巨人的时候 大家都害怕他的时候 你看他这么巨大 谁能够来抵挡他呢 而扫罗作为君王 他对神没有信心 他没有带领以色列子民 靠着对神的心靠去征战 去得胜 反而是懦弱躲避起来 直到大卫出现 那大卫 他来的时候 他说 哦 这个不信神的人 天天来羞辱神的圣民 岂能如此呢 于是大卫出去征战 结果呢 砍下了这个 哥利亚的头 弟兄姊妹们 这里 功课就是 扫罗 畏惧人 他怕人 他怕 那个巨人 他怕 人的本领 畏惧人 使扫罗 成为战产上的懦夫 大卫呢 他敬畏神 哈利路亚 是的 他敬畏神 敬畏神 使大卫 成为信心的英雄 哦 弟兄姊妹们 今天你说 哎呀 我不要做什么英雄 但是重点就是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工作上 哦 每一天 在你的生活中 你不需要成为 生活战产的懦夫 你不需要 让人 让环境 让问题 来恐 令到你惧怕 令到你恐慌 今天 你可以信靠神 怎么信靠 你来敬畏上帝吧 阿们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你就有智慧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你就有神一切的应许 一切的帮助 敬畏上帝 你可以在人生的战场上 你可以成为信心的英雄 阿们 在英国 伦敦 有一座大教堂 威士敏斯特大教堂 也被称为是皇家教堂 因为很多皇家的那些仪式 婚礼 什么都是在那里举行 但是我要说就是 在教堂里头的墙壁上 有这样的一句话 描述一百年 一两百年前之前的一个人物 那个人物是谁我们不认识 但是这一句话真的很有意思 这一句话说的就是 他畏惧人极小 因为他敬畏神极大 想一想弟兄姊妹 这个描述 他畏惧人极小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畏惧神极大 反过来 也就是说 如果你畏惧神 你敬畏神很小 就是你不敬畏神的话 你就很大的来害怕人 是不是 但是当一个人对神有敬畏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去畏惧人了 让我举个例子吧 在旧约 有一个叫做约瑟的 不是这个陈约瑟 是旧约的那个约瑟 约瑟被卖为奴隶 那在古代 被卖成为奴隶 就是你没有人生的自由 你属于你的主人 主人要喊打喊撒 要主意处置你都可以 而他被卖到埃及 在一个叫做波提法的人家里面 做奴隶 然后有一天 波提法的妻子呢 看上了他 就勾引他 引诱他 那你想想看 他面对多大的一个挑战 首先 有这罪中之乐的引诱 第二 还有这恐惧的压迫呢 为什么得罪了主人的妻子 会如何呢 他随便说一句 吹吹整边疯 是不是 可能主人可以杀了他 可以处罚他 可以 所以有这恐惧 也有这罪恶的诱惑 但是约瑟 却能够坚持 他拒绝 他主人的妻子的诱惑 为什么他能够拒绝呢 在创世纪39章告诉我们答案 在创世纪39章第9节 他说 我怎能做这大罪恶 得罪上帝呢 我怎能做这大罪恶 来得罪上帝呢 换句话说 为什么他不畏惧人的势力 人的压迫 很简单 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敬畏 他敬畏上帝 他敬畏上帝极大 因此呢 他畏惧人极小 你说这跟我什么关系 今天在工作中 在工作里头 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压迫呢 是不是 可能老板叫你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或者做一些虚谎的事情 可能老板叫你说谎话 可能老板叫你做假账务 可能老板叫你遮嘎一些贿赂 一些不好的事情 总而言之 当你在工作上 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 叫你妥协的时候 你是怎样的来回应呢 你是因为惧怕人 人会怎样子 把你炒鱿鱼 你是惧怕人的压迫呢 还是你更加的敬畏神 你更加敬畏神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畏惧人 就算是最终 面对的这个苦果 被炒鱿鱼了 你敬畏神 神必尊容你 敬畏神 尊容神 神也必来尊容你 约瑟的确被他主人的妻子陷害 诬赖他 结果被丢进监牢 但是呢 他品持了对神的敬畏 神真的尊容他 神把他救出来 而且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畏惧人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胜过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这些恐惧呢 感谢主 所以我们第一 认清事实 第二 我们改换焦点 第三 我们来敬畏上帝吧 哈利路亚 然后第四 我们来信靠耶稣 Amen 第四 我们来信靠耶稣 哈利路亚 是的 你要胜过巨怕 当然你要有信心 Amen 我们要胜过巨怕 当然我们要信靠 我们的上帝 感谢主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 耶稣这么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 耶稣说 你们信你不要忧愁 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相信神吗 相信的话 你们也要相信我 因为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天父上帝 圣子上帝 圣名上帝 哈利路亚 我们来信靠耶稣 我们就不需要忧虑 我们就不需要来惧怕 感谢主 今天 你相信 你信靠耶稣吗 又或者反过来说吧 耶稣值不值得你的信靠呢 弟兄姊妹 我相信 我们的回复应当是 是的 耶稣值得我的信靠 是的 我相信耶稣 我信靠耶稣 Amen 让这成为我们发自内心 真真实实 对耶稣的信靠吧 耶稣的确配得 的确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地来信靠祂 是的 我们信靠祂的同在 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我们信靠祂的能力 为我们来行使奇妙大事 哈利路 我们信靠祂的应许 是的 祂应许祂的祝福 祂应许祂的供应 祂应许祂的看顾 我们信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而我们对祂的信靠 不会落空 上帝是信实的 耶稣是信实可靠的 当我们信靠祂的时候 不会落空 Amen 不会失望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因此每一天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但是我知 谁掌管我的明天 哈利路亚 是的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可是我知道 耶稣掌管我的明天 我不能够掌管 我深周的一切 我掌管不了 你能够控制那个天气吗 不能够 你能够控制你身边的人 你的家人 你可以要他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吗 你不能够 生活中 深周有很多 太多的事情 是我们掌过不了的 但是呢 我的耶稣仍旧在掌管一切 是的 我的耶稣仍旧为我来掌管一切 因此我可以来信靠祂 我也必须要来信靠祂 而当我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一切的惧怕 就要消散 就要被驱除不见了 感谢主耶稣 在一两百年前 有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做戴德森 哈森迪勒 他去到中国 为主传扬福音 当时面对的那义和团之乱的时候 就是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义和团的这个 也被称为拳乱 就是拳头 因为他们 就是相信用武力 要把基督教 把信仰 把传教士都给驱赶出去 而当时呢 有很多的传教士 有很多的基督徒呢 都遭受杀害 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境况 戴德森在他日记里面 曾经写像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我无法读经 我无法思想 我无法祷告 但是 我还能信靠 但是 我还能信靠 我的上帝 我的耶稣 哈利路亚 这里说的就是 当然 我们明白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读经 阿们 哈利路亚 这里说的就是 有些时候 那个危险这么大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甚至你 你觉得自己如此的软弱 软弱到你无法思想 你无法读经 甚至你不知道要怎么祷告 可是弟兄姊妹 我相信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就我们紧紧的抓住主耶稣 阿们 我们还能够信靠 然后呢 这个信靠 会带来胜利 阿们 会让你 恢复力量 会让你 恢复 你的 对神的追求 阿们 你继续信靠神 你就会开始的 来祷告 阿们 你就会开始的来赞美 你就会开始的来敬拜 你就会开始的来得胜 哈利路亚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当你忧虑的时候 弟兄姊妹 因为你信靠神 你可以开始来敬拜 你可以开始来赞美 你可以开始来祷告 是真的 就是在狂风暴雨之中 在最大的危险里面 当你心里面烦恼不安 心里面恐慌的时候 你还能够信靠 当你信靠的时候做什么 你就安静 你就休息 你就知道耶稣是上帝 阿们 当你心里面有信靠的时候 你就开始的来开口敬拜祂 可能开始的时候你说 这个问题好大 可是你开口敬拜祂吧 阿们 当你敬拜祂的时候 你的眼目在哪里 在上帝身上 你就开始唱诗吧 你就开始赞美吧 你就开始歌颂上帝吧 当你歌颂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上来了 你的力量就上来了 你的信靠神就要给你 大来突破 大来得胜了 哈利路亚 然后这个惧怕就渐渐的消失 信靠神的神 就要来胜过 胜过这一切的惧怕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当你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当你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你还能够信靠 阿们 记住了 我们有慈爱的天父 阿们 我们有美好的救助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你不是人生的孤儿 弟兄姊妹 你并不是孤单的 阿们 弟兄姊妹 你真的并不是无助 无能的 哈利路亚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耶稣 哈利路亚 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姊妹 你还有耶稣 是的 你还有耶稣 我还有耶稣 就算我失去了一切 只要我还有耶稣 我还有盼望 阿们 我还有耶稣 我还有明天 我还有未来 我还有耶稣 我还有应许 我还有上帝的能力 我还有耶稣 就算失去了一切 绝对不能够失去耶稣 绝对不能够失去 对耶稣基督的信靠 所以在诗篇五十六节 五十六章第三到第四节说 诗篇五十六第三节说 我惧怕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对惧怕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需要让惧怕胜过我们 我们不需要让惧怕掌管我们 当我惧怕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我要倚靠神 哈利路亚 我要信靠耶稣 我倚靠上帝 我要赞美祂的话 阿们 因此弟兄姊妹 主日聚会的时候 我们来 我们唱诗歌 唱诗歌并不是要走一个过场 唱诗歌因为我们真的要赞美祂 我们真的要高举祂 所以在你个人每天的灵修里面 我们也要来敬拜赞美祂 我要倚靠祂 我要赞美祂 我倚靠神 我就必不惧怕 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 不管是人 环境 还是问题 还是病毒 都不能把我怎样 因为我还有耶稣 再看一处经文 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说到 我曾寻求耶和华 祂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感谢主 是的 我信靠神 祂就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了 感谢主 因此呢 怎样的来胜过惧怕 第一 认清事实 第二 我们改换我们的焦点 第三 我们敬畏上帝 第四 我们信靠耶稣 最后第五个原则 我们圣灵充满 哈喽喽呀 是的 我们需要被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在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到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今天你的心充满什么 这里说不要醉酒 不要被酒精来充满 你说我没有被酒精充满 那你有没有被其他的东西来充满你的心 充满你的思想 充满你的生命呢 可能是忧虑 可能是属世的事情 可能是电视 可能是网络 可能是游戏 可能是这一切不好的事情 你是否被这一切所充满了呢 难怪 难怪你灵里面没有力量 难怪你无法面对恐惧 今天被圣灵充满吧 你心里面被圣灵充满 驱赶这一切出去的时候 那惧怕也要出去 哈利路亚 被圣灵充满 你就有力量 心里面的力量 感谢主 属灵的力量 就好像那个气球 大气 充满了气 它才能够膨胀 它才能够面对生命中的压力 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只是一些人的话语的大气 今天是神的话语 今天是圣灵的大能 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里面有力量 我们就能够面对那些挑战 面对危险 面对威胁 心里面充满着圣灵的大能 我们就有平安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就能够胜过 今天我们充满什么呢 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吧 我们被圣灵充满 圣灵要给我们能力 什么能力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 这里说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或者说恐惧的灵 这不是上帝所给的 胆怯的心 恐惧的灵 不是神给的 那是谁给的 魔鬼给的 弟兄姊妹们 你要当心啊 不要让这胆怯的心 恐惧的灵 来抓住你 来捆绑你 这不是出自于神 你要拒绝他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粉碎他 驱赶他 哈利路亚 然后呢 你要迎接 你要领受圣灵来充满你 阿们 你千万不要把惧怕赶出去之后 你头空空的改天 邪灵 魔鬼 恐惧又要回来了 你要让你的心里面充满圣灵 然后这里继续 经文说什么呢 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 刚强仁爱 紧守的心 哈利路亚 所以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 第一 他给你刚强的心 哈利路亚 圣灵给你刚强 我们需要刚强的心灵 阿们 就是圣灵给你能力 能力 这不是血气的能力 这是心灵的能力 这是信心的能力 哈利路亚 当你心里面 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惧怕就要消失不见 因为惧怕太多时候 实际上惧怕是恐慌 惧怕是无事乱想 惧怕是幻想 惧怕是想那些不该想的 但是当你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胜过这一切了 哈利路亚 因此很著名的经文 在诗篇二十三篇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忧谷 我也不怕遭害 留意 死阴的忧谷 说的就是死亡的阴影的忧谷 那你明白阴影是什么 阴影 shadow 只是一个阴子 阴子可以很可怕 阴子很大 会不会 人可能小小 可是 那阴子可能很大 所以看起来很可怕 可是阴子 没有实质 阴子 阴子不能够做什么 阴子只能够吓你 让你害怕 死亡 只是一个阴子了 为什么死亡只是一个阴子 因为耶稣已经暂时死亡 阿们 所以对信徒来说 死亡只是一个阴影 对非信徒来说 死亡却是真真实实的恐惧 但是对相信上帝的 我们已经有复活的救主 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因此呢 我们就算经过死亡的阴影 我们不怕遭害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 阿们 圣灵充满我们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心里面 是的 有能力 不乱落 感谢赞美主 第二件事情 圣灵不只是给我们刚强 给我们能力 而且圣灵也给我们仁爱的心 圣灵给我们爱 哈利路亚 那圣灵给我们什么爱 基督的爱 哈利路亚 在这一周经文我们要读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爱里面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感谢主 爱里面没有惧怕 你说我的爱不完美 感谢主耶稣的爱完美 哈利路亚 耶稣完美的来爱你 有耶稣的爱 你怎么知道耶稣的爱 就是圣灵的作为 圣灵把耶稣的爱 浇灌在你的心里面 阿们 完美的爱 在耶稣完美的爱里面 就除去你一切的惧怕 是的 我们需要圣灵充满 为什么 因为圣灵给我们力量 而且圣灵给我们耶稣的爱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在爱里面我们变得勇敢 你知道吗 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 在加拿大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妈妈 她在家里头忙叫我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 在后院那边有一些响声 她警觉了 她就赶紧冲过去 冲过去的时候看见什么呢 有一个动物压在她的七岁儿子的身上 原来是一头 人们称之为美洲狮 或者说三尸矛盾莱恩 那头美洲狮呢 已经饿了好久 结果呢 就扑在她七岁儿子身上 咬住了她的手臂 当时呢 这个做妈妈的 就是哇 真的是惊慌是错 可是母性的本能 她从过去 就抓住了那头 那头美洲狮的 那射法呢 把她的那个 那个嘴巴给扒开 那你知道这些 这些野生动物呢 她咬住它猎物的时候 它非常有力气的 所以这个做妈妈的 射法要扒开 这个美洲狮的嘴巴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力气啊 她心里面在想 哦 怎么办 哦 我不要我的儿子死在 这美洲狮的口中啊 然后她就做什么呢 感谢神 她后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她做见证 当时她就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 她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她没有足够力气的时候 她开口祷告 而且呢 她是圣灵充满 哈利路亚 她开口用方言祷告 哦 她开口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她说 我祷告了三句 那头美洲狮呢 就自己呢 松开了口 自己跑掉 哈利路亚 为什么 神的作为 阿们 哦 这里重点就是 首先因为爱 母亲的爱 妈妈的爱 是的 看见儿子有危险的时候 她不顾一切 冲过去 哈利路亚 感谢主爱里面 没有惧怕 而且呢 她晓得祷告 哦 她灵里面祷告 结果呢 感谢主 危险解除了 哈利路亚 她儿子得救了 她儿子呢 送去医院 就是她的颈项 她的手臂呢 都有被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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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狮呢 给咬伤 但是还好 没有生命的危险 就是 医生 缝针 什么处理 之后 后来她就 康复了 哦 弟兄姊妹们 爱里面 没有 惧怕 哈利路亚 特别是 耶稣 完美地爱我们 不需要惧怕 阿们 第三件事情 圣灵给我们能力 圣灵给我们 忍耐 圣灵也给我们 谨守 谨守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思想 能够谨守 哦 因为 恐惧就是 胡思乱想 但是呢 圣灵给我们 谨守的心 让我们的思想 能够 有纪律 让我们的思想 能够正确 让我们的思想 不会慌乱 因为惧怕 常常就是 胡思乱想 想做最坏的 而不想做最好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常常 我们没来由的 乱怕 是不是 因为我们总是 想做最糟糕的 却没想到 是最美好的 有一个老人家 一个老人家 他收到一封信 哦 是律师馆寄来的 哇 他一看 律师馆寄来的 老人家一想 律师寄来的 都不是好事 因为人们都有这种感觉 哎呀 律师馆寄来的 怎么办啊 哇 然後他就 他就大哭啊 然后他说 哎呀 怎么办啊 糟糕 糟糕了 然后有一个年轻人 看见就说 老人家 你哭什么啊 他说 啊 糟糕了 糟糕了 我律师馆寄封信给我啊 然后年轻人就问他说 你这封信你看了没有 他说还没有 我不敢看啊 然后年轻人说 我帮你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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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年轻人打开一看 哎呀 老人家 原来是你有个亲戚过世了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要给你的 算是一个笑话 但却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你说 哎呀 这个老人家 怎么这样子没来由的乱跑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 在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也没来由的乱跑 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想做最糟糕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就怕了 我们就恐惧了 今天圣灵给我们谨守的心 阿们 不要乱想 不要乱怕 阿里路亚 在圣灵里面 我们有力量 我们有完美的爱 耶稣完美的爱 阿们 我们不需要惧怕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忧虑什么 今天你害怕什么 是不是没来由的去乱怕呢 担了多少不必要的心事 心里头 有多少不必要的恐慌呢 今天来到耶稣面前吧 阿们 耶稣说什么 不要惧怕 我们的主耶稣 祂是平安的君王 在狂风暴雨之中 祂说 风啊止住了 海浪啊平息了吧 风浪都要听祂的话 今天 作为上帝的儿女 作为耶稣的信徒 让我们更加要听祂的话 阿们 让我们说 耶稣我相信你 而当平安的君王 在我们心里面 祂平息一切的风浪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得胜 我们不需要恐慌 感谢主 好不好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谢谢大家